红彤彤的又来了 又来了 对 转口味的 菜名叫什么 麻辣汁 龙飞凤舞 经常在节目上大秀厨艺的厨师郭主义 人称郭主义塞 13岁就开始学习四川菜 精湛手艺 把川菜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 爆香 倒露豆芽菜 加上郭主义自制的胡辣渣 油画龙点睛的效果 让辣味更升级 最后牛肉入锅 吸收汤汁 经典四川水煮牛 可是乳酷不少湿辣者的味 四川那边有个志工 专门在产盐的 井盐 然后他们就是在产盐完了以后 他用牛下去拉 拉盐 牛他老了怎么办 死掉了 他没载来 就刚开始的时候是用锅子 加各种的辣椒下去 里面涮一涮 拉起来吃 但是现在就改调到现在这样子 火辣辣水煮牛用料讲究 牛肉细嫩 香辣爽劲淋在白饭上头 越吃越开胃 如果喜欢吃麻辣不辣的 绝对不能错过这道 焦脂白肉 汆烫过的肉片去除腥味 以浸泡方式猪肉口感才不会老 接着用青辣椒跟泡辣椒一起炒香 再加入高汤以及花椒粒 煮出焦麻香 让它稍滚一下 把那个味道 整个味道把它稍煮出来 最后淋在白肉上 光看就令人垂涎欲滴 焦脂白肉运用了新鲜花椒粒 以及泡椒的鲜麻口感 吃在嘴里浓郁的香气 环绕舌尖 鱼味缭绕 常常在讲这道菜是 比如说我们店里有110跟220店里 它是属于110的店里 是初恋的感觉 上下嘴唇吃到晚了一样的 上下嘴唇会稍微麻麻的 一直在跳动一直在跳动 享受跳动的感觉 厨房就像是郭主义的画室 这一个个调味料是他专属的调色盘 总是能从这里做出属于自己的川菜料理 就连经典的重庆烤鱼 郭主义也做出了不同层次口感 烤过的鱸鱼在红色辣汤里烧煮10分钟 里头至少有20种香料 最后经过热油的洗礼香气四溢 这道菜我是在北京那边吃到的 北京那边有一条街叫鬼街 那鬼街呢当时我们就 鬼街大家好奇去吃吃看那颗菜啊 就烤鱼 来说真的吃到米上它了 它味道真好 爱上重庆烤鱼的郭主义 用川菜底子自学研究 但这也开启他的好学之心 每年都亲自跑到成都学习料理 成都菜我常常跟他讲说 他是小家必育 重庆呢他是很霸气的一道菜出来 因为重庆他比较重油比较重咸 比较重麻重辣 在成都呢 他那个味道就比较清香 比较清麻清辣 但我统称他小家必育 那种感觉比较适合台湾人这边再吃 川菜博大精深 学着一身好功夫的他 努力搏斗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冲击 餐厅有一个月几乎没有营业额 加上师傅工资 零零总总惨赔100多万元 包括师傅他们也要神火 你只要直接关掉的话 师傅他们怎么办 但是现在我每天在营业对不对 也算都在亏损 为了找出新出入 郭主义除了推外带 他还拿过去开麻辣火锅的本领 制作限量的麻辣鸭血加汤底 新鲜现做 放凉后在风口变成冷藏包 每天几乎功不应求 那鸭血呢 我会把它做到 好像什么我们蒸蛋 有没有 吃到蒸蛋那种软嫩感 那压血有没有 好咕嚕就整个吞进去了 而且里面会爆僵 这波疫情并没有打倒国主义 因为人生低谷 他也曾经走过 过去被朋友恶意倒汇 欠下百万债务 我以前一次也 跟人家跑了很多钱 然后每天都跑三点半 那差大概十几秒也想不开了 还好 还好那时候 那时候有撑过来 好在太太是他的定心丸 陪他走过人生低潮 逐渐把债务还清 但让他不能接受的是 2020年大女儿的奏势 让郭主义痛心刻骨 看着餐厅墙上女儿的照片 依旧忍不住悲伤 那去做仙女以后呢 因为刚好那一段期间我很伤心 他家里面也不知道要为他做什么 那突然想一想 不然来帮他写一首歌好了 然后在家里面就边哭边写 大概写了大概 那灵感来很快喔 大概二十分钟就写好了 于是郭主义用歌曲 纪念女儿扶贫伤痛 路一直走 怎么吹没你的烟 唱一直唱 都想哭了 郭主义如今也渐渐走出 痛视爱女的阴霾 因为历经追星之痛 人生晚如重新来过 所以面对兼具的疫情 他没有一丝退缩 遇到什么事情不要想不开 一定有方法 然后呢常常在讲说 这一扇门关了 这一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了 放心 放心 所以说到现在面对这种疫情的话 还是有信心可以走过来的 把想念女儿的心力 化作撑起餐厅的动力 努力熬过这波疫情 郭主义也希望他做的美食 能疗愈每个人的心 好可疑 明镜吧